当地时间2月20号晚,位于太行深山的河北省锦形县核桃园村,上演了一场震撼力十足的打树花表演。 一千多多的铁水与树枝相互撞击,在空中绽放出一朵朵银花。 这项被称为环保艳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已经在核桃园村的夜空中绽放了四五百年。 打树花开始之前需要做很多准备,等地下午四点钟,在核桃园村外的一处高坡上, 打树花传承人吴考珍和几位徒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。 今年67岁的吴考珍,从16、17岁就开始打树花。 他说,打树花是当地庆祝元宵节的一个传统。 打树花表演者吴曾文告诉记者,高坡边缘的一棵柿子树, 就是用来打树花的。 他们在这棵柿子树上表演打树花已经有八九年了, 柿子树的树干上布满了秀迹。 打树花,一个是环保,这个是比放盐或热到。 主要是打出去这个树花以后,一碰这个树稍过比较好,散开了。 夜幕降临,用来融化生铁的炉子已经点燃,吴考珍和徒弟们做着最后的准备。 观看打树花的游客也开始陆陆续续到达现场。 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看过一次,觉得还不够过夜, 所以说今年又过来看了。 这个路,花这个铁石1300多,花出来,完了一到,我们就开始打开这个树花来的。 晚上九点钟,打树花表演正式开始。 表演者将融化的铁水奋力打向高坡边的柿子树, 黑暗的夜空中,顿时闪出火树银花,绚丽景象迎来关注的阵阵叫嚎声。 据核桃园村导致部书记樊海花介绍, 核桃园村是个千年古村落, 现在打树花已经成为村里发展旅游的一张名片。 这个打树花是这个升级的翻译项目, 带这个旅游吧,带来了很大的好处, 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我们村采购。 今后我们会把这个打树花这个活动继续传承下去, 发言广大。